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炸不烤 全部蒸 全部蒸啊 对 这个出来能有滋味吗 因为蒸出来比较清淡一些啊 对 我这样做呢 就能保证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都在菜里面 那这道菜名叫什么 这道菜名叫飘香蒸鸡 好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制作这道飘香蒸鸡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三黄鸡 玉米 虫草花 口馍 干葱 小米椒 小葱 姜丝 料酒 蚝油 酱油 胡椒粉 鸡精 糖 盐 淀粉 花生油 来吧 咱们开始制作了啊 第一步是不是要先处理一下鸡肉 对 鸡肉我们今天选的是三黄鸡 然后我们已经把它切好啊 三黄鸡的鸡肉是不是会比较嫩一些 对 它跟土鸡不一样 是 然后呢 它的关子 还有爪子 还有它的那个羽毛 都是黄色 然后呢 这个鸡呢 它的肉质比较嫩 适合蒸 哦 明白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盘里面 嗯 哎 经常去海南游玩的朋友会 经常吃那个海南鸡饭 对 那个鸡就是蒸的 出来这肉特别嫩 那个是不是就拿三黄鸡做的 那个不是 那个是用清远鸡做的 清远 清远我们知道是一个地方 是 清远鸡呢 就是相对来说呢 比这个鸡呢 三黄鸡呢更肥 现在用的三黄鸡呢 是产自于广东蘸江 然后呢 蘸江的鸡呢 就会比较瘦 但是它的肉质会比较嫩 哦 两种不同的鸡 那个呢 更适合于 就是去做凉的吃 凉吃 对 这个是更适合于做热吃 好嘞 明白了 嗯 放入姜丝 腌制一下 嗯 姜丝 多一点没关系 好 嗯 我们放入干葱 嗯 干葱 干葱可以多一点 嗯 哇 这么多 如果家里面有干葱用洋葱可以吗 家里如果没有干葱的话就用葱 就用葱 大葱 哦 大葱比较好 因为它能去除这个鸡的腥味 嗯 好 来 来 来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虫草 哦 就是鲜虫草的话市场都可以买得到 对 然后我们把它直接放进去 现在就把配菜都要放进去吗 对 全部要放 哦 我们就直接把它腌制入味 辣椒 哦 这道菜要放辣椒啊 一点点 好嘞 太多 而且放的是小米椒 它出来的时候会比较鲜一些 是 哎 高飞我看你拌的时候 我看没什么血水啊 是啊 是不是提前这鸡肉拿水冲了很久 对 我们拿水冲了很久 把它的血水基本上都冲掉了 哦 就说很干净啊 对 这时候我们放入料酒 多一点 我们先把它腌制一下 嗯 腌制的同时呢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口膜 嗯 切一下 好嘞 还要放点口膜 口膜刚好是这个季节的使命菜啊 对 呃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比如说个人喜欢吃带块的 嗯 那就切成四方 嗯 如果喜欢吃呃薄一些的 我们可以把它切成片 好嘞 我都喜欢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口膜 而且呃我喜欢吃口膜 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嗯 就直接这样一个口膜 放进烤箱去烤 哎 拿出来吃 它里面支援味 就特别好吃 它烤完之后 这个口膜里边 那个朵里边 会有那个口膜汁 是 什么都不放啊 干烤 烤出来那个汁在里头 先把那个汁儿 倒到嘴里 一吸 特别特别的鲜 再把那个口膜吃到嘴里之后 你会觉得外面焦焦的 里面嫩嫩的 是 特别好吃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做法 还有就是拿口膜熬汤 直接拿白水跟口膜 加点葱花进去煮就行了 是 特别的香 特别鲜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用口膜的原因 嗯 因为它等会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口膜的那个汁子 会流进这个肌肉里面 哦 然后同时肌肉的汁子里 会流得进这个口膜里面 嗯 它们的香味会很多 好嘞 我们在做完之后呢 这个汤汁呢 是可以泡饭吃的 好 我们现在放入蚝油 嗯 提鲜 增加它的香味 嗯 放的蚝油会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呢 酱油 胡椒粉 嗯 多一点 我们放入鸡精 一勺 然后糖一勺 提鲜 半勺盐 嗯 不要太多盐 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我们放的所有的料 都是跟鲜有关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搅匀 搅匀之后呢 我们最后放入淀粉 哦 嗯 淀粉 放淀粉是为了让肌肉更嫩吗 对 让它能起一层保护 哦 它的营养物质不会流失 好嘞 不要太多 嗯 因为肌肉一会儿呢 它会出水 好嘞 这三黄鸡在市场上好买吗 挺好买的 啊 那我去买的时候 我怎么选比较嫩的三黄鸡呢 首先我们看它的鸡关子 它的鸡关子不要太大 一定要小一点 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哦 这个就是它的厨鸡 另外在它的鸡脚的这个部位呢 有一个小疙瘩 嗯 小疙瘩呢 是有一个 那小疙瘩会比较小 就像绿豆大小 嗯 那就证明它是厨鸡 如果呢 它已经很大了 就证明它是一个成年鸡 哦 明白了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再加一些垫子 分次加 对 好 分次加的木粒是害怕结块吗 是 哦 一层一层给它裹在上面 对 我们现在基本已经裹匀了 嗯 裹匀之后呢 我们把口膜放进去 对 这菜其实还挺简单的啊 对 就是只需要蒸就可以了 是 我们在家也是非常方便操作的 嗯 如果自己在家喜欢吃别的口味的一些食材 也可以加进去 好的 在这个里面呢 我加入了一些玉米 嗯 当然玉米也是这个鸡 比较好的食材 嗯 玉米里面它有它的玉米糖 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玉米呢 加在里面 拌匀 然后等会儿我们把它垫在底下 嗯 一起蒸 拌匀了 然后把这个玉米呢 垫在底下 哦 盘子里面 好 对 进行一个简单的摆盘啊 对 直接蒸出来 可能它的造型上不是特别的好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口膜 嗯 垫在底下 它一会儿会出汁 是 鸡肉最后放在上面 是 好嘞 就是我们把一些鸡的关节部位放在旁边 嗯 把漂亮的肉放在上面是吧 对 对 这个关节放到旁边的话也可以起来支撑的作用 是 是 好 这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把它码在上面 对 哦 期待一下蒸出来什么样子 锅里的水也烧开了啊 这鸡肉应该很好熟 大概12分钟 12分钟啊 好嘞 好 这鸡肉鱼肉啊 这样类似的白肉啊 不敢蒸时间太长了 对 来吧 进锅 好 锅盖打开 嗯 这时候呢 我们要放一个东西 哦 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花生油 进锅之前要淋油 对 为啥是花生油 我能不能连菜籽油 最好是花生油 因为这个味道它有它独特的香味 哦 好嘞 好 就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盖起来 蒸12分钟 什么火 大火 大火蒸12分钟 对 好 12分钟倒是很快 我们来先等待一下 我们爱可好玩家 好了 时间到了 来我们看看吧 哎 好 好嘞 现在锅烧热了 对 我们放点我们的高原小丽味更香的长安花菜籽油 蒸之前放了花生油 是 蒸之后再拿菜籽油一泼 哇 这道菜就是香上加香 是 咱们这个菜籽油啊 一加热之后啊 那个香味会更加浓郁 嗯 对 这个油温呢 我们不要把它热的太高 嗯 基本上五六成就可以 哦 为啥呢 因为如果它太高的话 鸡出来这个葱呢 就会活 只是需要把它的葱香味激发出来 嗯 大家看着 咱鸡的这是小葱啊 大葱就不行了 是吧 对 因为小葱是其香其鲜的 好 哇哦 好了 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 对 来吧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道飘香机最大的特点 就是运用了烹饪手法中 最健康的争执的记忆 让食材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汁原味 主食材 鸡肉嫩滑软烂 很好地吸收了口膜和调味料鲜甜的味 副食材 口膜和玉米 在保留食材本身味道的基础上 也增添了一丝丝肉香 来吧 高飞 我们一起品尝一下吧 好 酸黄鸡要热着吃 你刚才说了啊 是 不能凉了 来 公块 你分好了 文明用餐 健康生活 这道菜 我真的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了 绝 就是太好吃了 真的是现在的网络用语 绝绝子 棒棒棒 太好吃了 它吃到嘴里之后 它不是说只有鲜 特别特别的香 它这个香里边 就是有刚才我们放了所有的这些 我刚才不是提鲜的这些料 蚝油啊 酱油啊 胡椒粉啊 小葱啊 花生油啊 所有的香味累积在一起 一个综合的一个香味 然后这个肉特别的嫩 嫩到这个骨头都是软的 你感觉这个骨头都能吃下去 好了 再次感谢高飞 也希望你常来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这种创新菜 谢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飘香蒸鸡是怎么制作的 第一步 在三黄鸡里放入姜丝 干葱 虫草花 小米椒 料酒 搅拌均匀 腌制一会儿 口膜切成大块 用蚝油 酱油 胡椒粉 鸡精 糖 盐 调味 搅拌均匀之后 分次加入淀粉 薄薄一层包裹住鸡肉 第二步 在搅拌均匀的鸡肉中 加入口膜 玉米 把玉米铺在盘底一圈 中间放上口膜 然后放入肌关节部位 最后把虫草花和鸡肉铺在上面 锅上汽之后 在鸡肉上淋入花生油 大火蒸12分钟 第三步 蒸好的鸡肉撒上葱花 用五六成的热油一泼 激发出小葱的香味 这道飘香蒸鸡就可以上桌了 管家小账本 三黄鸡20元 辅料12元 共计花费32元 好 欢迎回来进行收看 好管家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大街小巷都飘着炒板栗的香味 今天我们就用板栗来做一道美食 秋果入佳肴 今天咱们做什么呢 赶快请出我们的嘉宾李辉 你好 李佛老师 秋季里很多朋友都爱吃板栗 今天你要用它来做个菜 对 今天我们做一个板栗烧肉 板栗烧肉 烧的是 烧的就是五花肉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道美味都需要些什么样的食材 制作这道板栗烧肉 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五花肉 板栗 姜 葱 红曲米粉 香叶 桂皮 八角 草果 香沙 生抽 糖 鸡精 味精 料酒 鸡汁 食材真的是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板栗和五花肉 对 这板栗您都准备好了 对 都已经去过壳了 其实这个板栗直接剥下来也就是可以吃的 它带着那种甜丝丝的 对 但是它淀粉没有熟 这种生淀粉味道会很重 有一点 是吧 所以说一般情况我们拿回来之后 先给板栗上开一个口 然后放到锅里边加水 加点盐去给它煮 然后让它炸开 然后再来剥 对 说到板栗 其实栗在《诗经》一书当中 就是很早就有提及到 说明它的种植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那么人们其实在这个食用上也是很多年了 对 所以它无论是生吃熟吃都特别好 管家小课堂 10月正是板栗大量成熟的季节 板栗的营养十分丰富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钙铁等矿物质 以及B族卫生素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除此之外 板栗还富含卫生素C和优质蛋白 以及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 有一定健脾益气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陕西镇安县盛产板栗 这里的板栗颗粒饱满 个儿大色润 甘甜可口 镇安也被誉为中国板栗之乡 今天咱们就用它来烧个肉 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味道 对 对 这个板栗咱们剥好了 对 那另外咱们配的是有五花肉 为什么今天跟五花肉一块烧呢 五花肉我们平常都是红烧肉 红烧肉它本来就要微甜 这种口感和这种味道 咱再加上板栗这种甘甜 然后吃起来就会很搭 它会很润 所以说就想了板栗来烧肉 对 对 第一步我们把肉切成大块 其实这种做法应该也是 蛮传统的一个烧法 是 对 放点板栗 其实往往我们就是说 在什么季节吃什么食物和食材 板栗这个时候是正是收获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正好要 该拿棍子打板栗了 好 我们切成大块 这个我们是连皮一起做的 对 连皮一起烧 那这个一会儿烧出来是什么那种金融剔透的感觉 对 想想都感觉有胃口 好了今天我们先切这么多 然后把这个直接放过来 焯水 对 焯水 好嘞 我们开火 焯水一定要用凉水 今天我们选了一个是稍微比较肥一点的 看出来了 油只要多 对 我们在焯水的时候还需要放什么调料吗 不用放什么调料 应该叫红麦米 对 红麦米眼磨成粉 就是红麦米粉 对 这个就是天然的色素 对 我们其实在这个做美食当中 和有很多大厨师很喜欢用它 对 就上色很漂亮 而且它又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对 然后今天我们要用到的香料也比较少 八角 桂皮 草果 放了一个香沙 一片香叶就OK了 对 这香沙起什么作用 香沙也是一个增香的 增香的 主要这几位混合在一起 它是那种综合的那种香味 就是我们那种大料呢 千万不要放的太多 在家里边有很多时候一放八角就是几个往里边 而且我们只烧这么多肉 它的料味会太浓的时候 就会盖住整个肉的香味 汤已经开了 我们稍微煮上个30秒到一分钟 然后我们再把它捞出来 这就是第一步 取腥 你一定要让它窜的时候窜透 有很多的时候水一开就捞出来了 里边还没有加热到位 这个已经焯好了 块是比较大 是 好 我们现在开火 我们另起锅 对 火不要太大 我们调这个小火 加少许的油 来点高原小里冰克香的长花菜籽油 然后我们把姜片放进去 凉油就可以放了 对 因为我们是热锅 放进去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肉也可以放进去了 现在就放进去 对 就要给它沾点油香 小火的慢煎一会儿 要把它煎得 表面有那种焦褐感 上个焦边 先会把它这样煎一下之后呢 你会发现上一些色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香料也放到里边了 好嘞 我们所有的这个香料啊 它都是脂溶性的芳香气体啊 那就是一定要煎到油才能会香 如果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草菜 我们直接把大料放进去吧 其实煮的跟中药汤是一样的 哦 是这样的 对 现在可以加水了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的加一 红曲米 对 加一点点就行了啊 嗯 我们就不用冰糖来上色了啊 对 稍微加一点点就行了 剩下的我们还是要用 用到生抽跟老抽 嗯 加点生抽 对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的是 现在放糖 嗯 白糖一勺 两勺 我们不是用白糖给它上糖色 我们就是纯粹是给它加味的 对 三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上少许的 鸡精味精 嗯 还是最后放盐 对 先不要着急放盐 嗯 然后呢 倒入料酒 料酒 再烧须的加上一点点鸡汁 提个鲜 增一点鲜味 嗯 增一点鲜味 那这个红烧肉好成熟吗 这个啊 嗯 也得二十多分钟 好 啊 加上盖子让它烧一会儿 其实在锅里边这样烧出来的比较好 嗯 就是如果我们的板栗 没有在我们前期来煮制的时候 对 然后呢 生的 生的 结果就开始往里加了 是 对 它再煮了 煮到它干面的为止 这个我们已经煮过五分钟了 我们就等会儿再加它 好 盖上 现在火候呢 好 大火吗 哎 不要太大的火 中小火 中小火 锅已经开了啊 我们放到中小火 烧上它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再回来 时间到 来看看咱们这个红烧肉烧得怎么样了 好嘞 呀 颜色完全变了呀 对 它现在是红 但是我感觉呢 酱色稍微还差一点点 嗯 我们再稍微的补上一点点 老抽进去 好 这个汤汁也明显少多了 嗯 这个还需要再收一下吗 对 开火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的就是什么呢 盐 哎 对了 少来一点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倒板栗 嗯 我们这个板栗是煮过五分钟的啊 对 所以在里面不需要太久 是 然后呢 大火就开始烧 烧汁的同时 这个板栗也融入这个 哎 五花肉的这种汤汁的鲜美啊 对 这个要带上肉一块烧 这个时候板栗也会吸一些 整个汤汁的这个肉的香味 嗯 这个板栗自身那种甜味和我们糖的味道 是截然不同的 是是是 对 它是那种果子那种甜啊 把这个汁子要稍微再收一下 我们就把那个葱节儿放进去 哦 这个汤汁是要浓稠一点 但是一定要带有汤汁 对 带上一点点汤汁 对 不能收得太干 该烧到的一定要烧到 烧到自然香 啊是 特别是肉 肉烂则香啊 对 看这会儿的 好了 浓稠了 我们把我们的葱点倒进去 好 葱不宜煮太久啊 对 有点葱香就好了 好了 我们关火 太棒了这道菜 这道板栗烧肉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红烧肉是一道极其普通的菜品 但板栗的加入 让这道菜肴不仅丰富了口味 更是增添了秋天的味道 五花肉除了用生抽老抽 这些传统调料上色之外 还用到了红曲米粉 让五花肉的颜色更加红润 和金黄色的板栗混合在一起 光是这颜值也让人垂涎雨滴 大家欣赏过后了以后 我们来品尝一下 记得带上公块公勺 或者实行分餐制 我们这里准备好了 请 板栗和肉各是各的味 但真的都很好吃 板栗特别干面是吧 面 然后嚼起来糯糯的那种感觉 这个红烧肉呢 那个肥的那块可以说是入口即化 那皮那儿还有点嚼劲 但是瘦肉一点都不柴 真的吃起来就是蛮香的 那它那个口味那个是有点那种微甜 我觉得这种甜味我很喜欢 就是它这个甜不是像我们吃糖的那种 纯甜 它有肉的油香啊 有肉的油香 有那个栗子的那种甘甜的那种果香 我觉得这两者的搭配真的是绝了 美滋滋香喷喷 这道菜就适合秋季来使用 吃一口马上就感觉幸福来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吧 那一勺肉是怎么制作的 第一步五花肉切成大块 放入锅中加凉水进行焯水 水开后再煮一分钟捞出五花肉 第二步锅中加油 放入姜片和焯好水的五花肉 小火慢煎 煎到五花肉出现焦边之后 放入香叶 桂皮 八角 草果和香沙 翻炒一下 加入水 再加一点红曲米粉上色 加入生抽 糖 鸡精 味精 料酒和鸡汁 盖上锅盖 中小火煮上二十分钟 第三步锅中加老抽增加酱色 加盐调味 倒入板栗 大火收汁 汤汁浓稠之后 放入葱段 翻炒几下即可 管家小账本 五花肉二十元 板栗八元 辅料六元 共计划费三十四元 近年来 无糖饮料 无糖糕点 受到人们的追捧 尤其是享受身的人士 和三高人群 那么这些无糖食品的甜味 是从哪来的呢 无糖的这些食品呢 它其实吃起来是有甜味的 那么它没有加折糖 实际上它添加的是甜味剂 大家对这种甜味剂的安全性 经常存在质疑 那么的话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它按照国家标准添加的话 安全性是完全有保障的 用甜味剂代替这糖有什么好处 首先它能保证这种食物的甜的风味 第二个的话 它的热卡是非常低的 有的甚至是零热卡的 然后的话它的添加 改善了食物的风味 那么的话满足了我们 对这种甜味食品的追求的同时 还可以减少 因为就这种添加的折糖呀 或者啥的造成的一些 比如说像蛆齿呀 或者是肥胖呀 这种慢性病的一些发生 那么甜味剂有哪些呢 我们经常在那种无糖饮料的 饮料瓶的那个成分表里面 可以看到的阿斯巴甜 阿米素 木糖醇 糖金钠这些全是甜味剂 那么的话 除了这些人工合成的甜味剂以外 还有一些就是天然的甜味剂 就是从天然食物中提炼的 比如说像甜菊糖 还有甘草糖 无糖饮料既然热量低 是不是可以随便喝 无糖饮料虽然就是有一定的甜度 而且是热卡比较偏低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喝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 不是特别建议说是无限制的喝 因为它的载体 比如说像无糖饮料的话 一般都是无糖的碳酸饮料 那么的话 酸甜味剂是安全的 但是碳酸饮料 长期过量的喝 其实不安全的 它会造成一个骨质疏松的发生 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比如说 无糖的可乐 无糖的咖啡 里面的咖啡因 其实对这个心血管系统 也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 就是尽量的就是去喝一些 比如说宽泉水啊 白开水啊 或者是茶呀这样子的天然的饮料 对于一些减肥的人群 比如说原来习惯 大量的去喝这种甜饮料的 一下子让它过度的白开水 或者喝一些茶 它可能就是不太好适应 那么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 无糖的饮料 来作为过度期的饮料 这样的话 既满足了它的一个 对甜饮料的一个满足感 又能减少它的这个 糖的摄入 能量的摄入 而且的话 也有一定的饱腹感 对它的这个减肥过程的 顺利进行是有好处的 全民全运健康生活 科学运动合理饮食 本期重点提示 一 无糖食品的甜味 源于甜味剂 只要按照国家标准添加 这些甜味剂的安全性 是有保障的 二 无糖饮料 可以作为减肥人群 过度饮料 靠它们逐渐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接下来的节目呢 我们继续的给大家来呈现美食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质了 因为它是属于高营养高蛋白的 那么先来看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 高文博 小高你好 又来节目了啊 你做这个菜啊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给我们带来什么美食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这个 捞汁小海鲜 那我们现在啊 就来看一下做这个 捞汁小海鲜都需要什么食材 制作这道 捞汁小海鲜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小鲍鱼 八爪鱼 蝉子 雪阁 花阁 蛾蜊 葱姜蒜 青红椒 柠檬 白芝麻 料酒 辣椒面 鱼露 辣鲜露 麻油 生抽 蚝油 味精 鸡精 白糖 鹽 一般这种贝类的食材呢 它通常呢都富含非常高的这种蛋白质 而且呢它里边也是高铁高钙 所以呢它对人的身体呢也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我看啊 你用到了很多种的这种贝类 我觉得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食材啊 其实是也比较常见的 嗯 你看小鲍鱼自然就不用说了啊 嗯 这个这个 橙子啊 雪鸽啊 然后这个花鸽啊 啊 还有这个八爪鱼 还有一种 也是鸽类的吗 对也是鸽类 这个这咱们就叫做这个鸽蜜 比较常见 你比如吃这个花芽米线 嗯就会有味道 这个比较好看的这个就是雪鸽 嗯 这个雪鸽啊 我觉得就是平时大家会比较的少见一点 为什么要把它叫做雪鸽呢 掰开有点红色 其实它这个是水红蛋白 你所见到的雪就是水红蛋白的一个表现 我们原来叫雪鸽 其实就是我刚才把这个雪鸽肉掰开以后仔细一看啊 它除了这个肉呢是这种雪红色的之外呢 它里边流出来这种液体啊 也跟雪一样 怪不得它这个名字啊 叫做雪鸽 对 今天啊咱们拼凑的这些东西啊 还是非常的有营养的啊 但是呢你像我们平常去这个海鲜市场啊 或者是去超市买这种小海鲜啊 一般回来都需要自己去给它去一下里边这个沙 一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 用盐 盐 浓盐水泡 嗯 泡出来它这个 吐沙 浓盐水泡的时候再加一点香油 啊 啊 让它这个清沙清得更快一些 还有一种方法呢 泡完之后 是不是里边还有一些 负责在表面的这个泥沙 嗯 冲水一直冲不掉 冲五六遍冲不掉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很简单 拿点面粉或者淀粉 给它清洗一下 这个就彻底一下这个储存 因为面粉有吸附性 你看这个我们也是提前处理好了啊 就可以快速的开始做菜了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这个很简单 我们先烧水 开火的时候 我们给一边放几片姜 嗯 好 去腥 增香啊 放点葱段 对 我们等它烧开 将海鲜放进去 啊 汆烫一下 对对对对 好 还有没有再往里面放点料酒呢 等水开之后 把食材放进去之后再放料酒 因为你提前放入料酒的话 我们料酒是有酒精成分的 嗯 它会随着加热会生发 嗯 有道理 味就没了 嗯 我们把食材放进去 它的挥发啊 带走这个食材的意味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一锅小海鲜啊 它里边有不同的贝类 而且呢还有这个八爪鱼 那不同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要同时下锅 还是要有一个先后顺序啊 没关系 同时下锅就可以 嗯 甩开之后下锅 是煮至水再一次开 嗯 再煮上一分钟 嗯 ok了 我们把这个鲍鱼啊处理一下 嗯 把系上一个花刀 我感觉啊 像这种海产品类的东西啊 都不能煮的时间过长 对 不能煮的时间过长 太老了 鲍鱼煮的时间太长了以后 就特别像橡皮筋了 啊 就已经没有那种鲜嫩的口感了 嗯 它烹饪也是两个极端 你要不煮的非常非常糯 要么就是轻轻煮一下煮一层 嗯 我们干爆啊一般加的时间比较长 对 去已经烧制了 我们这个鲜爆啊我们吃的是鲜 嗯 所以加的时间要短 你就是做刺身嘛 对啊 这个都可以做刺身的嘛 对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菜啊 应该做出来以后非常的鲜美 那一般呢我在家里吊汤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花阁 然后用花阁煮出来这个汤色啊 它比较比奶白 而且呢它还挺浓郁的 它那个鲜味 那个海鲜汤嘛 它里边蛋白日含量比较高 嗯 对 好 现在我看水差不多开了啊 对 好了我们下入食材 哇 就一次就下进去了 好一次就下进去 你看啊这个八爪一下锅啊 就能感觉到它这个状态啊 就不一样了 对 就展开了 是 很漂亮 我们加入点料酒啊 嗯 要这个时候加料酒 对 水开着就彻底好了 嗯 但是现在肉眼可见 这里边的贝类都开始张开了 这时候鲜活的它就张开了 嗯 烫它它能不开 过了有个一分多钟 不太长的这个时间 对 又立刻沸腾了啊 对对对 嗯 你看这个贝壳 壳裂全部张口了 口就张了 这个就OK了 我们就可以捞了 对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 所有的这种贝类啊 它的这个肉都比刚才的要紧缩一些 对 对 尤其是这个八爪鱼看得很明显 我们这个捞汁小海鲜 为什么要配一些八爪鱼 这个比较敦实 有肉 对 但是为啥壳类啊也多 这个藏味呢 啊 比较下酒的这些 要下酒菜 嗯好 捞出来了以后 要把它放在这个冰水里边啊 这有什么讲究吗 震一下 除非让它肉质紧缩的更弹压一点 嗯 因为咱们是做凉材 嗯 你现在捞出来 然后自然放完它再持续加热 对 肉质就会变得好 哦 我们要给中短加热 好 下来我们开始做这个捞汁 嗯 我们首先取一些辣椒面 嗯 取这个香辣的味香的辣椒面 不要太辣 嗯 放一些蒜 做海鲜一定要有蒜 对 而且这个蒜的量还要大一些 对对对对对 给的比较提味啊 嗯 给一个杀菌的功效啊 嗯 杀菌败毒 青红椒圈啊 白芝麻 嗯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捞汁啊 也算是万能酱料的一种 你平常去调一些其他的凉菜啊 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 你比如捞汁西葫芦丝啊等等 嗯 就是这个味型偏于做海鲜一些 嗯 做海鲜比较香 嗯 你看我们这边啊 就是青红椒圈 蒜 然后辣椒面 白芝麻 还有小葱 小葱花 看起来好像都是1比1 对 量不大 我们开始烧油 好嘞 本节目用油是由长花凉油提供 长花绿色小榨菜籽油 不是每一瓶好油 都是绿色食品 这个油大概要进行油泼的话 要烧的几成呢 六成热 六成就可以了 六成就可以冒烟就行 掌握这个方法以后 咱们在家里调个小凉菜 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好的 比较哇塞了 它是属于万能料汁 你要把盐的量掌握好 基本上所有菜都能吃了 你把五味调和掌握好 你的菜就好吃了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很难的 连泼了三下 这属于三点头 为什么要连泼三下呢 我们不要一次性全泼下去 为什么 全泼下去容易泼糊 油比较高 我们边泼边搅 而且我注意到 你这个万能料汁里边没有放盐 对 这个先不急 因为我们是要调的 需要去调其他的调味料的 所以我们先不放盐 好 我们今天用到柠檬 去提香和提升一些酸味 它的这个柠檬的这个芳香味 可以遮掉海鲜一些淡淡的腥味 对 而且会提酸提香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用的 对 所以一般海鲜跟柠檬都非常的搭 柠檬它既能有一点点的这种酸味 同样的也有柠檬 现有这种果味在里边 所以两种味道综合起来 就让海鲜里边这种淡淡的腥味 就给去除掉了 好 好 我们把柠檬放到刚才泼好的料汁里边 嗯 好 开始我们调汁了 嗯 刚才那个是油 嗯 啊 我们倒入一份的这个鱼露 如果没有鱼露的话 我们可以用蒸鱼齿油去代替啊 两者都比较鲜 辣鲜露 嗯 啊 麻油 哦 还要加一点麻油点个筋 啊 这个是生抽 嗯 盘上一些生抽 好 加一些纯醋 醋的量比较大啊 我们加入一些蚝油 嗯 哎 这会开始入味了啊 啊 味精 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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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一些白糖啊 白糖可以去中和味道 嗯 啊 一点盐就行 嗯 因为咱们加这么多调料 它都含有盐分 嗯 好 咱们搅匀就行 看 光这个颜色就很诱人 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接下来呢 就剩最后一个关键步骤了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儿有些苦局 对不对 我们把苦局垫盘子 嗯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垫菜 对 啊 要配点绿菜呢 我们给这个拌汁 嗯 我们刚才做好了捞汁 对 要在这个碗里边先给它拌一下 肯定要拌匀 更加的均匀一些 它捞汁它意思 这个汁子比较多 嗯 比较多 在这个汁子里边捞着吃 嗯 好 我们在这儿搅拌一下 哇 立马就上色了 对 因为啊 你直接浇上去 它这个味不吸进去嘛 嗯 你要拌到它这个肉身的每一个角落里边 对 其实这个捞汁啊和浇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本来刚开始我还在想我们把这个小海鲜直接垫在这个盘子里 然后把汁子浇上去 但是可能这个方法让它入味不均匀是吧 对嗯 这个拌一下它更入味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盛入盘子中就行了 嗯 捞汁一定要看到这个汁子的体现啊 汁子比较多 一定要让它能看出来 嗯 这个在汁子里边捞 捞菜吃 对 现在呢这道捞汁小海鲜呢就已经完成了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道美食吧 捞汁小海鲜说起来十分易做 但是要做到肉质既嫩又弹 料汁好吃 那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今天的这道捞汁小海鲜就完全做到了 潮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的刚刚好 味道又调制成咱们老陕喜欢的酸辣口 聚会的时候 这样一盘捞汁小海鲜一端上桌就会被抢光吧 好 欣赏完这盘美食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品尝了 不过品尝之前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恰巧在外用餐的话 还是用这个分餐制或者用这个公块公勺 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 也是给自己分好了 赶紧话不多说品尝了啊 因为它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诱人 哇 我加到了鲍鱼耶 哇 这道菜啊 不光光看上去非常的诱人啊 吃起来呢 它的这个口味呢 也是让人非常的震撼的 首先呢 我觉得咱们这道菜啊 看上去有一层的满满当当的这个红油啊 我觉得陕西人就特别的喜欢 而且呢 就是我们用到了这个油坡的这个技法 最关键的是里边呢 还放到了什么 放了一些醋 还放了一些这个柠檬 它都是增加酸味的一种方式啊 柠檬除了有一点点酸味之外 它还有一点点那种果香味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捞汁小海鲜啊 尝起来 它整体的口味呢 都是属于酸辣鲜 三个非常出条啊 我觉得很好吃 非常适合啊 就是咱们朋友聚会的时候 或者亲戚聚会的时候 坐在一起吃这种烧烤呀 或者是晚上聚会的时候啊 或者喝点小酒的时候啊 这盘菜啊 真的是派上大用场啊 那是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捞汁小海鲜是怎么制作的 第一步 水中加入姜片和葱段 水烧开之后 一次性把小鲍鱼 八爪鱼 橙子 雪鸽 花鸽 蛤蜊 下入锅中 加入料酒 水沸腾后 一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 放入凉水中 第二步 把辣椒面 蒜末 青红椒圈 白芝麻 小葱 放入碗中 油温六成热 颇香小料 柠檬切片 放入碗中 加入鱼露 辣鲜露 麻油 生抽 醋 蚝油 味精 鸡精 白糖 盐 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第三步 苦菊垫到盘底 把做好的料汁 倒入小海鲜中 搅拌一下 让料汁均匀地包裹在小海鲜上 把拌好的小海鲜 铺到苦菊上 把料汁倒入盘中即可 管家小账本 这道捞汁小海鲜 总共花费38元 新生活 好管家 一种食材 同时做出两道大菜 这样的做法 您见过吗 厨艺明星张彩霞 带来一道一排两吃 煎排骨 外酥里嫩 排骨汤 肉香汤鲜 萝卜爽脆多汁 营养颇多 是人们在秋冬季节 常吃的一样食材 萝卜虽好 但是它不容易入味 有什么好办法呢 专业厨师张琳自有高招 他带来一道酸菜萝卜炖酥肉 酸香开胃 让主持人之后大呼过瘾 17岁的小帅 年纪不大 却做得一手好菜 他用香菇 做出了一道比肉还香的素菜 干炸香菇 真的是给盘红烧肉也不换呢 精彩内容 尽在好管家 他用香菇的小帅